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想生命最庄严的时候 当我们一心在念佛 念经 持住 一心在意念众生苦 如何帮助他们 我想这个就是佛法 当然肉体上大家都会生病 种种的障碍等等等等 但是佛法是一种心态 那我们的心态如何保持在 这样子对三宝的信心 祈求 愿成佛的菩提心 有一句话很重要 来 发菩提心 为真实供养佛 所以佛成佛 希望我们学他成佛 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对上有虔诚 的这种信心供养 而且真实供养佛 而发起菩提心 但是让佛最欢喜的是什么 再悲一次 让众生欢喜 就是让佛陀欢喜 慈悲就是供养佛 所以我们就要很积极的 去帮助其他友情众生 但是帮助其他友情众生 不是要勉强自己去做什么 可以做这个 喂鸟 我意思是说 一个人 你在任何时间 都可以做利益众生 慈悲不是跑很远 就在你周围 就在你家后面 面包给海鸥 给鸽子 乃至给鱼 给小动物 杀几颗米 给那些土地公 孤魂野鬼 等等等等 甚至各位 你看到很多人 在路上走来走去 那你念佛 愿他们都得到佛的 加持 甚至你观想 欧马尼贝美 他们都变成观世音菩萨 愿他们显现佛性 如何显现佛性呢 再念一遍来 显发慈悲 极见如来 所以什么叫佛呢 当你去帮助众生的时候 就是佛了 看到众生苦 这是个悲心 主动去帮助众生 那就是菩提心 所以我想佛法 可以做得很简单 那我们反正就是去 帮助别人 帮助任何生命 不分你是谁 有时候我们佛经读多了 还有一个痛苦 就是说 因为我是 我是什么 忠什么派 所以有这个分别心的时候 我就 不想去帮你 因为 好像我们不同派 有时候会 用这个会卡住这个 我想修行 它是一种感受 妈妈看到儿子在受苦 不管你是什么忠 什么派 反正我就要帮你就对了 因为我有一个感受 但是有时候知识 会框住悲心 就像人家问我 他的法师放生 你如何如何 他那很多 我说你怎么讲都好像对 但是我们就不忍他受苦 就一只算一只 因为他是母亲 这是我们的愿力 也是我们的知见 一只小蚂蚁 一只毒蛇 都可能是我们的父 当然救他 但是如何救到 很有智慧 那当然是要讨论 但是你不能说 不要救他 这个动机必须要先 先讲清楚 所以 但是有时候 我们会有一点分别 他跟我想法不一样 之间不一样 宗教不一样 因为这样就 伤害到悲心 那是划不来的 所以 有一位老上司说 生命最大的危机 就是你快失去悲心的时候 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我们必须要 时时保持在那种 那种母子连心的 想要帮助他的对象 所以那天我去 哈利法克斯 加拿大那边 那有一个老外 他说 最大的快乐就是 门口看鸟在吃的时候 他每天就在那边看 只是我跟他说 你挂得太近了 你一过来 鸟就跑掉了 所以 那是因为他就 很喜欢 所以我想 这是人性 慈悲 就见到 自信佛 所以各位 你会给鱼吃 你会给鸽子吃 你看到一个人 天气冷 没有外套 你赶快给他穿 你把你的 善财寄到一个 慈善单位的时候 那时候你很快乐 因为你知道 生命有意义了 能够对对方有所帮助了 事实上因为我们 就是因为感受到 生命很苦 所以我们希望 减低他们一点痛苦 所以 三世诸佛 以苦为师 就是要有这个痛苦 但是不能逃避痛苦 我想 因为刚刚下午有人问我说 当然很多人去 去问神通啊 或者什么 就可以马上没有痛苦 可能有这种想法 那基本上 佛陀是希望我们 从痛苦里面 去导致痛苦的原因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讲了 四圣体 苦 疾 灭 到 那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列下来 知苦 断疾 木灭 修道 所以重点是你要知道 正知见就是说 哎呀 反正活的 人也好 神也好 动物也好 都是苦的 生老病死 爱恨别离 身心变化的痛苦 为什么会变化 列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受皆苦 这一点可能要不断地去思维 佛教的眼睛叫法眼 法眼就是你要看清楚 佛陀是圆满看清楚的人 我们是被骗的人 这样而已 因为我们被这些相片 漂亮 有钱 健康 被骗了 所以就像 我来加拿大也好 英国反正 大家都很喜欢租一个大房子 前后很大 一个一个 好几一个 然后你就被骗了 这叫平安 因为这个世界三阶如火载 债到的房子 也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是个方便 但不是太平 天下太平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了解 苦的真实 生命的本质 就是痛苦 那痛苦的原因 你要去知道它 去消灭痛苦的原因 而不是要逃避那个人 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无名贪爱 对不对 无名就是我直 不知道 不了解因果 不了解世身体 执着有一个 永恒的我 所以叫无名 那无名居然对 变化无常的 刚才讲无常无我 你想要去抓住它 那你就会痛苦 所以 譬如说很简单 谈恋爱是快乐还痛苦 你现在都会讲痛苦 那还没学佛呢 学佛之前是快乐的 学佛以后 这个是痛苦 因为我们以为 那个是快乐 就像 现在你生病 你要知道 哎呦 身体是痛苦 对不对 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身体是痛苦 像我现在 刚过生日 现在59岁 59叫最危险的 再来就60岁 再来就是 所以我不习惯人家 叫老人 但是我现在 电视的时候 60岁的老人 原来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东西 只会让你觉得 那太好了 那更精进一点 因为你没有体悟无常 你就不会精进 所以我常讲这句话 各位都会背来 死亡之前的死亡 各位要努力 在你肉体死亡之前 把那个贪嗔 是生命痛苦的因 把它弄死 如果你这辈子肉体死亡了 你的贪欲还在 你的业障还在 那就白来一趟 所以阿罗汉 他们最喜欢死亡 叫涅槃 对不对 但是他想尽办法 要把他的生命的苦因 贪嗔痴 因为无名 贪来就是贪嗔痴 贪嗔痴是来自于 无名 就是因为执着有一个我 我喜欢 我讨厌 有这个观念 所以下午有谈到 修行为什么要修苦行呢 他就要把你这个我磨掉 你不喜欢的 他偏要你去做 你要懒惰的 他叫你来做 我妹刚出家 都是3点20 就morning call 3点50 要站在大殿 4点要做早课 4点做到5点半 光站就已经够累了 边练热炎奏边睡觉 站着睡 这才没办法 这么麻烦干嘛 这叫磨 连睡觉都不行 模拟那个爱睡觉 我们叫财色 民事睡 都要把它磨掉 所以因为 这个是痛苦的因 贪睡觉 贪欲望 贪什么 贪什么 所以无名贪爱 是痛苦的因 木灭 所以我们每天要想着 没有轮回 多快乐 没有生脑病死 多快乐 生命的目的 是涅槃寂静 没有痛苦 佛教没有快乐 这两个字 佛教的快乐是什么 没有痛苦 才叫快乐 佛教没有快乐 有所求 你要去追求快乐 就是痛苦的开始 当你要认为 那个是快乐 那就是痛苦了 佛教唯一的快乐 可能就是慈悲吧 当你奉献自己 当你被伤害 但是能够帮助对方 那有一点意义吧 所以要羡慕那种 灭苦的状态 所以你叫修道 那修道 最主要的目的是智慧 智慧就断除坦证之 但是你要达到智慧 首先要持戒 再来修定 戒是行为的控制 先让你不要去 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别人 定是心的控制 让你能够抓住他 就像我问我说 海大法师 你会不会有男女的欲望 会啊 那怎么办 抓住他 不要让他乱动啊 如果我没有那个想法 我就不用修了 如果我没有那个感觉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 别人的苦了 而且我的感觉 要比别人强一万倍 这样你才能够知道 别人苦得不得了 他居然以苦为乐 所以一定要有 有这个苦受才行 所以我想 那我们要持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什么叫戒 你想 销售父母 尊敬师长 爱护国家 不伤害任何生命 那就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你喝酒也不慈悲 对不对 因为你喝酒 你就控制不了你的心 控制不了你的行为 就已经伤害到 其他的生命 这个叫戒 那戒 透过外在 你的心里 才能够调伏 调伏只是抓住而已 你还没有解脱 只是你忍耐 你控制得了 定 就像各位打坐 打坐脚很痛 很痛 但是你心控制得了 叫定 但是禅定 也不是佛教的 究竟 那佛教是希望你 专心以后 会 那会就靠我思维了 观察 分析 就像释迦牟尼佛在 菩提树下 他事先打坐 以 这种忠道的思维 了解 一切的存在 叫万法 都是因缘条件 合合的 这里面没有一个 不变的 单独 自立存在的实体 叫我 或是那个法 什么叫法 家庭 爱情 成功 失败 生病 这些法 它都是因缘 合合而已 让你做董事长 让你下台 它只是一个感受 感受 那这个感受 你就会很痛苦 但是感受 感受在哪里 它只是一个感觉 有钱只是一个感觉 我好给人 我有钱人 它感觉 那事实上 对生活有帮助 对生死解脱 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反而会让你执着 那各位 这个会 那你就要去观察思维 所以观音菩萨永远 手上 牵手 有一个眼睛 你要看清楚 真相 那佛陀在金刚 经说 你也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凡所有相 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假的 比较假 都是像天上的云一样 暂时的 那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你要经常去思维 因为你很少思维 这个道理 我儿子好 我儿子不好 我希望 你从来不想 我儿子会死 我儿子是暂时存在的 那我们不想要去想他 我的婚姻永远会好 这个那里就会痛苦了 因为他会变化的 他只是一个暂时的 因缘的存在 早晚都要分开的 这叫爱别利苦 没有不分开的 没有永远的 没有永远活着的 没有永远在一起的 所以这一点 那我们就要透过 界定的资量 那这种心态 然后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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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分析 所以所谓的禅定 不是光打坐 而是你必须把你周围的一切 看清楚 所以你要花时间 从房子到地位 从家庭到小孩 从你所想的一切 看清楚它 原来它们都是变化 虚幻了 那看完以后 你就慢慢 慢慢的知道 知道 知道不见得修道 因为你还做不到 那你从这里面去了解 原来我 还有这个 卡在那边 执着 所以你要开始 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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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要一直念 你要 我们叫串息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你要习惯 这个叫 接受无常 虽然你爱你的家庭 但是你可以面对变化 慢慢你就 譬如说 各位要想到 我自己身体怎么生病了 死亡的过程 我们特别喜欢去 注念 因为从注念 对自己可以修 体悟无常的 处理性 我也会死 透过注念 我可以关心对方 而且透过注念 你会更相信 阿弥陀佛 真是有力量 那是通过 通过这些 对自己要有帮助 处理性 就像各位做布施 佛陀告诉我们 你可以讲 布施 度千贪 那我们布施 就希望把这个 吝啬 贪心的心态 把它拔除掉 要有这个 基本的动机 去布施 我们不能一直 活在 我布施 十万 二十万 我觉得我也有一点 伟大 我很会布施 那你 如果这样 你就又沾到 那个 我 我在布施 所以叫三轮体空 没有我 也没有你在接受 我布施 也没有那个十万 要这样 三轮体空的布施 所以我想各位必须要 背一些佛教的名像 透过这个名像 去印在你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想中国的寺庙 都会写了很多的字 那我们一起去看这个事情 跟我念下来 了事如幻 爱心永存 我最喜欢这八个字 也是洪一大师写的 你要彻底的了解 世间的一切都是幻化的 假的 暂时存在 这样你就不会痛苦 但是爱心却永存 永远爱对方 所以回去你可以跟你说 老公 你是假的 但是我爱你 所以你是假的 所以我接受你变化 但是我依然爱你 那这样以后 大家没压力 所以了事如幻 身体也是假的 但是我们善用它 所以了事如幻 那你必须把这四个字 当作法印 全部都看一次 就像电脑一样对着 没有一样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凡所有像 都是虚幻的 都是如幻如化 暂时的 因缘和合的 没有单独自立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必须强调 就是说 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加拿大也没有我 没有太阳 没有空气 没有印度人就没有我 没有蜜蜂也没有我 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互相在 绑 这个世界只要蜜蜂 没有了 全部人都死 因为花草树木 都不会开花 人类就会饿死 所以蜜蜂是如此 蚂蚁也是如此 通通是这样 所以很多水库里面 要养一些鱼 不然这个水会有问题 所以万事万物都互相依靠的 没有单独存在了 那你要去了解这一点 所以没有个人的我 离开你就没有我 没有空气就没有我 没有太阳就没有我的存在 所以我这个存在 是依靠万事万物而存在的 慢慢你这个自我 本位主义会减少一点 不然每个人都喜欢 我 你要按照我的思想 随顺我的思想 所以越专业的人 越有那种主观意识强 你就听我的吧 所以观音菩萨叫你学习倾听 听别人的 别人在想什么 那你要知道他的需要 所以 那我们讲到戒定会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智慧的观照 然后 那这个观照 缘起 形身般若波罗命多时 你必须要 甚深的去看到他的 本来面目 你要分析他 分析他就知道 他只是一个 暂时的碳水化合物 组合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七天八天坏掉了 所以他是无常的 他是没有永恒不变的 所以 所以他叫空 这个也叫空 这个也叫空 你也叫空 我也叫空 那慢慢你就 那各位要把这个思想 变成你天天 像我的好处是 我天天必须讲一次 所以对我帮助很大 我天天必须讲一次 然后我的师父要我 每天都要修心经常观 观之在菩萨卑辩以后 用这个经典来映照 你现在面对的 自己或社会的一切 你每天都要把它归零 所以这个世间 你透过智慧的观照 就没有真实存在 连这个我 也是一个五蕴 一个身心组合的 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各位 如果一个老禅师说 我胃痛 老禅师说 谁在痛 我啊 没有我哪里痛 因为老禅师 他没有我啊 照见五蕴皆空 痛什么痛 就像达摩祖师 恶祖来说 心不安 来来 心掏给我 心在哪里 然后恶祖就开悟了 所以这个是有高跟气的 但是虽然我们还不到那个阶段 但是要养成那个分析事情的习惯 如果你会分析事情 你就会很会办事情 为什么 面面俱到 我做这个决定 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怎么说 你都会分析好 你会成为一个很有细心 很仔细 很有能力的人 那将来就叫你做总统 你就会做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做菩萨就叫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没有一个佛 没有做过帝王的 一定要做过百千次的帝王 天帝王 转轮王 阎罗王 忽然不能成佛的 但是他们做王的目的 是一种修行 而不是一种得到 但是要有那个福报 你要有那个福报 我今天有机会做皇帝 那是福报 那这个福报是来服务别人的 不是凸显自己的 但是大部分人 他做了一个有福报的人 他是来享受福报的 那享受福报就是损福报 那意义就不大 所以那我们要把每一件事情 都做这种智慧的观照 分析 那为了要有智慧观照 所以刚刚讲 前面要有禅定的能力 那要修禅定的人 不能有欲望 不能爱生气 不能爱昏沉 不能怀疑 不能散乱掉举 你要有掌握心的力量 所以这个不容易 各位试试看 三天不睡觉 你可以OK 这样可以 代表你的意志力坚强 你可以分析的 叫你抄一遍法华经 没有一个字错 可以代表你心很细 那这些是一种心灵的训练 因为你不训练它 你永远都在那个散乱的阶段 生命就品质很差了 所以我想我们追求心灵的品质 在以前来讲 读书第一名读书第一名 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第一名还有一个 我在第一名 我们讲的就是看经典 经典是个镜子 那你要闻思修听闻 了解烦恼 思维调伏烦恼 修行断除烦恼 你要知道什么是对跟错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 四圣题 所以戒定慧才可以消灭 生命轮回的因贪嗔痴 然后戒定慧的实践 就是八正道 我们背一次好不好 八正道 解脱道的八正道 念一下 正见 正思维 正与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各位 接下来我不讲 你要自己回去查 因为跟你解脱有关系 这个随便放开书都有 八正道 那是解脱道的八正道 跟菩萨道的八正道 又不一样 解脱道的八正道 正见 是正确的知见 了解万法都是无常无我 了解四身体 所以正思维 所以我不应该贪心称慧 乃至伤害众生 免得我痛苦 那大胜的八正道就不一样 正见什么 来 正见众生皆有佛性 正见众生皆有父母 那这个大乘的正见 所以正思维呢 正思维就是四红四圆 众生无边四圆度 我要让所有众生断除贪欲称慧 要让所有众生离苦 我如何让所有众生往生净土 这是你的思维 就变成愿 所以产生你的行为 正业正语 产生你的生命生存的方法 所以那 因为动机不一样 所以那至少各位要把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 四圆体八正道 乃至生命轮回的十二因缘 要去思维 刚刚我们要进法师 叫我讲什么 富足的人生 我忘了 法才是富 人穷不怕被孝 不懂佛法还真贫穷 但是还是要讲这句话 你讲有钱真好 因为你没钱怎么来加拿大呢 但是有钱是个修行 有钱是个修行 你没有修行 你怎么有钱呢 所以人家很有钱 你要随喜随喜 人家过去有修啊 修福报 有钱是果 那一定有不实的因 有钱的因 如何有钱 孝顺的父母 帮助贫穷 供养三宝 所以佛教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长者 他真的是很好心 印度穷人很多嘛 他每天就煮很多稀饭 给他们吃 布食给他们一些钱 生病了呢 给他们一点药 但是穷人越来越多 一百个 两百个 四百个 变成一两千个 他是在印度部来了 没钱了 他就跑去找佛陀 佛陀 你要我们布施 我们真的很认真布施 那现在没办法了 很痛苦 佛陀说 没有关系 你有这种布施的心 那光靠你的力量 是不行的 这个佛教呢 还有这种福利 法利不可适宜 那 佛陀说 我教你念一个佛 你要经常念 念一下 南摩 持金刚 海音如来 佛陀说 这一尊佛发愿 如果有人真心要利益众生 金钱 要